107. 工商時報 民創園區餐飲空間限縮至10% 2015年7月15日產業商業A17優利零文化部五大民創園區 將造出限制餐飲空間比例,回歸以民創為主軸功能 文化部長洪曼啟作14日表示,將透過協商機制與園區經營團隊收約 將純餐飲空間限制在佔園區總樓地板面積的12%下 加計複合式餐廳不超過15%,另複合式民創餐飲空間 業者主體產業需為民創業,且民創業的營業面積需達樓地板面積12%以上 華山民創園區活幹將首當其衝,目前餐飲空間雖只達13% 但文化部認為仍有改善空間,一些純餐廳租約到其後 可望換上民創含兩高的餐廳或店家 洪曼啟強調,文化部長督足園區營運團隊二人進民創為主體 調整並限制純餐飲空間比率,並提出建立租金差異化機制 提供民創業者較優惠之進駐租金,為協助微,小營民創業者進駐園區 洪曼啟表示,文化部已已定三項策略,一是透過預算程序 擺園區營運團隊繳給文化部的租金與權利金,轉為補助微,小營民創業者進駐園區經費 二是協調業者利用園區基金會及回歸金,用在補助微,小營民創業者進駐園區 三是透過修正、調整相關補助計劃,協助微,小營民創業者進駐園區或園區周邊,以大產業集聚之效 三是詞致,第五又로 lifecycle 好軟掉 一 wys,енное建筵說